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就是到今天我们国家的历史上仍然有许多未解之谜 比如今天我们要说给大家的主人公 这一男一女都是在那么一瞬间从中国历史上失去踪迹 更加令人着迷的是历经了这么长时间的探索 他们的下落至今仍然是一个大谜团 到底是什么人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西施第一就是被认为是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首的西施 最终归往何处 至今仍是个谜 人们常用沉鱼落叶碧月秋花来形容美貌的女子 古人认为西施有多美 从沉鱼落叶碧月秋花的排列就可看出 素有沉鱼之欲的西施被放在首位 就可得出结论 在西施如果被放在现在这个网红脸当道的时代 看起来有点病痒痒 有点柔弱的西施 恐怕现代人并不会把她当作女神 古时有关于西施幻纱的经典传说 至于幻纱它到底是个什么职业 到底是干嘛的呢 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古时候 织布前要先把绵纱染色晒干之后再洗掉 洗掉上面的肤色之后再织的成血 西施就是在这条流水线中 专门负责洗纱这道工序的女工 故被称为幻纱女 西施西施是岳国人 历史上岳国是被吴王苏差所灭 世人皆知后然于岳王勾结 又灭了吴国完成了复国大计 那究竟是怎么完成复国大计分 拜北的勾剑想了一计 那就是把越国大美女西施献给夫差 西施西施不难理解 就是要用美人计乱吴国江山设计 就好比当年打几货乱众王的江山那般 后来还真逐了勾剑的心思 西施还真帮了勾剑大忙 正是西施在吴王夫差面前替勾剑说好话 设才让岳王勾剑回了国 完成了复国大计 勾剑莫心尝胆的典故 得已流传至今 被世人津津乐道 其中西施起了很大作用 在岳王复国大业中起了极大作用的西施 后来又怎么会凭空消失 他到底去了哪呢 在民间流传着有两种说法 其一就是隐居说 说是和范林一起归隐山林呢 其二就是落水说 被岳王勾剑沉入湖底 但是至今都没有人能够准确地给出答案 西施这一语说完了 咱们就该说说建文帝了 说起历史上消失的人 你就不能不提建文帝 建文帝 集朱元文 明朝第二位皇帝 明太祖朱元璋之孙 在境难之变后下落不明 他究竟去了哪里呢 至今仍是个谜 是自焚被火烧死了 是落荒逃到海迈了 是人众说纷纭 主要可以归结为两类 其一提在燕王朱棣破城之日 建文帝放火自焚而死了 可后来尸体却没找到 这也从侧面说明建文帝自焚而死是不可信的 朱元璋也觉得自己的侄儿建文帝并没有死 便四处派人找寻侄儿 于是明朝跨年代史诗大戏 侄儿去哪了 便如期上演了 我们熟知的郑和夏西洋 竟然也是这部大戏中的精彩一幕 原来朱棣派亲信郑和夏西洋 就是为了寻找建文帝的下落 什么木达有林 通商贸易 原来统统都是幌子 建文帝另外还有另一种说法 即建文帝逃出了皇宫后 从此隐姓埋名 浪迹天涯 最终逃往云贵地区 并且在此落发危险 从此不问世事 一心向佛 不过也有人认为 建文帝逃出来后当了和尚不假 可是不是在云贵地区 而是在江苏无县远山谱祭祀当了和尚 当然这些都不重要 一代帝王最终远离城市 一心向佛 这也难免让人唏嘘不已 然而最离弃的说法 莫过于说建文帝逃到了海外 这个说法也被很多人所推崇 建文帝认为在朱棣的地盘上 无论逃到哪都像朱棣的吾至山 而且整天提心吊胆 藏得在山中有一天会藏不下去的 于是逃到海外才是最放心的 这样才得以安度于省 建文帝据说朱棣也从派出的大臣口中得到确凿消息 说建文帝逃到了海外 于是才派遣郑和下西洋寻找 郑和下西洋一来是为了宣扬国威 这二来不用说依照朱棣的性格 大概大家也心知肚明了 那就是寻找建文帝 从古至今关于建文帝的生死下落 一直众说纷纭 争论不休 也没有哪一种说法令人确信 可历史就是这样 或许永远蒙着一层纱 才会让后来人神迷想望 清楚了才没有意思了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이신几 微信 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